字幕提供 刚刚上个月,50岁生日的林芝博 近两年简直是人生谷底 19年太太幻想罕有的癌症 同年9月,TVB亦不跟她续约 家逢巨变兼失业 太太亦在去年不敌癌症细细 由于亡妻的违缘就是要芝博好好栽培一对子女 日前我们独家拍到她带着16岁的长女泳鱼 12岁的儿子卓南,现身在香港机场 我们见到芝博和一对子女 现身在机场的银行櫃位 推着两架车,五个行李牌,排队等check-in 现场所见,除了几名亲友和儿子女的同学来送行之外 未见到有圈中人来送行 临别一刻,芝博一家亦和亲友在离境大堂 不断自拍及合照留念 今次芝博全家移民对外间黑尔封口 直到抵达英国后,她才跟圈中人报告情况 如果想知道更多内容,请留意新一期东周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